剛剛同學在問到這砍入的問題 我先給各位看一個好不好 就是我們在這邊 我有其他的 OneNote 介紹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面 你看到這裡 這個是 外面的簡報 有沒有 這個簡報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內容放到裡面去 怎麼辦 就需要內砍 內簽 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有這種語法 那一般最常見的 放在裡面的 這個叫做i centers的語法 i 然後 Free 那這個部分呢 是牽涉到網頁技術的演變 也就是說傳統的 最早期的 他的就是 以前評寬不大的時候 我把網頁 dues 接成好幾個部分 那我重複的部分呢 我就不需要重複載入 只要載入要改變了就好了 這樣是速度會加快 但是因為現在技術進步了 我現在呢 網路比較快 我現在只要告訴你說 其實你要哪一塊 我只要把這一塊丟給你就好了 你就自己看你要設多大 就自己挖一塊 我就可以把別人的服務放進來 這叫做iFriend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操用其實蠻容易看到這個魚靶的 那你只要把這個魚靶呢 把它複製好 Copy起來 我們就回到這邊 往下 1 2 有沒有內牽 點下去 就把它 有沒有兩種 一種是你 直接使用網子 一種是他已經有提供程式碼貼進來 我就下一個 與你的預期不符嗎 沒有 按下 插入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如果呢 是我們剛剛這一頁 有沒有 教育部的 你也可以只有網子 就來這邊 往下往下 我再增加一個 我只給他網子 請他幫我加入就好 不過這個地方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的網站 並不允許你直接放在裡面 知道為什麼嗎 比如說你把Yahoo的網頁 可不可以直接放在裡面 不行 版權問題啊 因為那是Yahoo的不是你的內容啊 你了解我意思了 所以有些網站並不允許你這麼做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放進來 這要看網站他本身允不允許 那有的是允許有的不允許 所以這邊他可能就會 需要查一下 有沒有 他會再跑 我不確定這個行不行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那我就先預覽一下 看看你剛剛那個 能不能看得到 我就一樣 變成標準的 往下往下 沒有進來 所以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這個 就是要 請大家自己 稍微試看看 大部分應該可以 砍進來應該都OK啦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的 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麼樣 要加入就是有允許這一種的